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看过阴阳触图 快手就五年阳 连续五支阳触 还有成交率是增加的 RSI也是继续增强 昨天就去到74、75的水平 反映资金成交持续增加 那个上升动力是继续 这段时间它都有些消息 跟一些市政府去达成战略合作 可能也是一些利好的消息 可以推动到股价继续上升 它走势上是漂亮的 因为已经是升穿了 9月的高位105元 但是距离一百天线 大概124、125元 都还有十几元的水位 看走势我相信它 接下来可以上市一条一百天线的 指示位你可以放回昨天的低位98元 上周五的低位98元 如果你現价买真的不幸運 跌回来穿98元 要指示是输10元 但是看上去124、125元 就有16、17元的预期利润